為什麼會挺徐小新 那不是真挺啊 那真的不是真挺 吳宗憲也不是真的挺徐小新啊 準備看他笑話 為什麼你知道嗎 大家都忘了一件事 市議員跟立法委員 最大的不同在哪裡 市議員只有在質詢的時候 具備公務員身份 市議員平常是民意代表 他適用的是地方自治法 立法委員使用的是中央 基礎的 中央機關民意代表的使用法 他是公務員喔 立法委員隨時都具備 公務員的身份 所以說徐小新在泄命的當下 他真的泄命 如果他 我跟你講那個林玉峰說 他說我不會不知道 不會不知道 不知道貼那個黃貼幹什麼 就知道嘛 就是明知故犯嘛 這個不只違反了 刑法132條的 泄露一般公務秘密罪 還違反了刑法134條 公務員借機借事 刻意違背本章內所有的法條 得加重刑期二分之一 他不只判三年 如果一般人判三年 還要判四年半 要加重二分之一 因為他是公務員 他為什麼敢公佈這個機密法條 他是公務員 他是立法委員啊 我公佈贏了就算了 對不對 這個花瓶擦乾淨就算了 打破了不用賠啊 因為我是公務員啊 借機借事 刻意違法 加重二分之一 我們軍人酒駕罰的錢 比一般的老百姓多 一般老百姓罰5萬 我們要罰20萬 4倍喔 20萬 因為我們是具備武器的公務員 所以我們的罰則是超過人家4倍 那麼一般立法委員的權力 有比軍人小嗎 除了沒有槍以外 都比我們大 更大 立法委員可以叫上將過來罵 立法人可以叫少將過去立政 然後少將酒駕 被判四倍 你泄密 還判緩刑 造反了啦 我跟你講啦 這絕對加重二分之一 刑法134條 很多法律人都忘了這一條 因為我們有很多的 以前的弟兄還有長官 是被這樣子判的 為什麼老百姓只判 一年多還刑 為什麼我要判兩年半 不能還刑 因為你是軍人 你是公務員 刑法134條 加重二分之一 所以徐曉鋒 徐曉鑫拗不掉了啦 而且他們就是中央級民代 然後權力明明就很大 然後稍微跟你說一下說 那如果 因為你會接觸到很多的機密 那你要是去中國 我是不是可以報備一下 不行 他的權力 他的權力比照部長級 所以他怎麼會是小公務員 所以說其他的國民黨 就講說 我們利用這個外交 給外交部壓力 這叫害死他啦 這些東西上了法院 都變成成堂政共 他說我有悔改的心 你悔改的心 揪黨團來聲援你 這都是害死他啦 所以我跟你講 國民黨看徐曉鑫 是看什麼你知道 這傢伙萬一以後 在國民黨變大圍 還有我們活的空間嗎 他不把你一一捏死才怪 這一種 害死全國民黨的人 所有國民黨說 準備看他笑話 表面上聲援他啦 事實上 你真的被判刑之後 他說沒有辦法 我們法治國家 誰叫你這種不長眼 沒有辦法 鬆信區的 讓這傢伙繼續走下去 國民黨其他的年輕人 還有路嗎 他今年才不到30歲 他至少幹到60歲 要幹40年耶 哇塞 嚇死人了 表面上支持他啦 他30歲啊 34歲 對啊 他看到70歲咧 國民黨很多議員或是立委 一選就選到70幾歲耶 我跟你講在這種風頭上 我覺得這些國民黨的人 真的不得不支持徐曉鑫 你看徐曉鑫 怎麼樣對付旅家看的 那個支持是害死他 所有人都說 徐曉鑫不要怕 密辦不了 下次卸一個絕對機密 卸一個機密 說一個極機密 對不對 這樣才你會密歡夠大支 國民黨越給他加油 他卸的密越大 卸的密越大越好辦 所以國民黨再給徐曉鑫加油 揪人來霸凌外交部 揪人在電堂上給外交部難堪 然後去攻擊檢察官 羞辱法官 然後叫徐曉鑫更大膽 拿出絕對機密來洩漏 然後江啟臣繼續挺 然後國民黨繼續挺 挺到底 挺得越久 挺得越用力 徐曉鑫你判刑得越過癮 說句實話 134條加重二分之一 立法委員是公務員 是公務員 我提醒所有人 別忘了 他是公務員 借機借勢 加重二分之一 了解感謝北辰將軍 特別提醒 還有一條喔 這一條很重要喔 所以看起來徐曉鑫 嗯 有點麻煩大了 徐曉鑫另外一大案 比較嚴重 因為他涉及的是 國家層次的利益 泄密案 好啦 那現在國民黨喔 開玩笑 我們全黨要互曉鑫 所以外交部 你慘了你 對 你在立法院 我們就輪番車輪戰 逼死你外交部 給你壓力 不准這個 提告徐曉鑫 叫應該要這個 發函 給檢察官說 哎呀 我們外交部也不希望起訴曉鑫啦 對 可以這樣喔 確定了咧 國民黨要全黨挺一人了 我們本來上個禮拜 鄭重的呼籲 國民黨 你們跟徐曉鑫兩邊可以切開 但是當車輪戰爭的質詢外交部 哎 整個整黨就綁下去了啦 今天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外交部長吳釗燮 沒有出席 是由那個次長 田次長出席 結果呢 不好意思喔 一三更有一三高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的質詢的重點 徐曉鑫反而變配角了 因為今天質詢的重點都是 林北到底是不是髒話 這兩個字變成了重點喔 好 回到徐曉鑫本身 現在的關鍵是泄密這案子 接下去到底會造成什麼影響嗎 對 首先 有媒體傳出 外交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國民黨的立委 現在也因為其他案件被調查的 馬文鈞 居然涉嫌 把外交部官員叫到辦公室 關切提告徐曉鑫 哇 立委好大喔 超大餒 大到你可以把官員找去辦公室 問他說 你怎麼告徐曉鑫 那要不要連那個律師的函啊 要不要連所有的 法律的工房啊 全部都給你報告 講個案耶 那你今天關心徐曉鑫的案 明天可不可以關心誰誰誰的案 就一個一個案子 各個突破唷 對啊 搞不好明天也可以關心自己的案 對啊 這是無法無天嘛 所以這事情 馬文鈞要講清楚 媒體報導 到底是真是假 沒錯 再來 第二個人我更是厭惡自己 而且是我非常認為 這種是司法界的 我講真的啦 我覺得爛 真的爛 這個人叫吳宗憲 檢察官出身的唷 他現在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一躍好現在變成是國民黨的立法院好像軍師一樣 倒數獻撤 在徐曉鑫洩蜜完其實全民都有公論 而且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監督 我今天都更可以跟你談 精華才可以跟你談 詐騙可以談 但是你絕對不能把外交部給你的資訊上面蓋密件 直接秀出來給大家看嘛 對啊 這是有什麼好吵的 對這有什麼好吵的 結果吳宗憲居然跳出來 在欄委的群組當中 去建議大家 建議國民黨的立委們 我們大家應該要給外交部壓力 請外交部來據名 跟檢察官表達 希望不起注 有這種事 有這種事 有這種事嗎 我本來以為我看錯了 因為那是 鏡周刊的報導 裴姐你知道報導完之後 他也承認了啊 對 他說我們都這樣幹的 對 我覺得真的離譜自己 報導完了之後 我本來以為說吳宗憲還出來否認 吳宗憲居然跳出來講說 我沒有要求連番質詢外交部喔 我只是提供一個 司法實務的常態 我認真看 天啊 什麼司法實務的常態 他說要求告訴人 具狀向檢察官表示不追究 我再翻譯一下 要求外交部 具狀跟法務單位跟檢察官 講說希望能夠不追究 你說這是司法常態 你是檢察官出身的立法委員 如果這是中華民國台灣 法務系統 檢察官的常態 那法務部可以關門的啦 開始這是什麼爛檢察官啊 對啊 這不好意思 我最後讓我多了 因為我真的有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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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感 我已經罵好幾天 我今天要繼續罵 好 吳宗憲你好有正義感喔 你叫行政單位去不要告 不要要求檢察官不要起訴 一樣 那你在新北市政府當法治局長的時候 你面對恩恩案你怎麼追殺到底的 說得也對 你面對恩恩的時候 你給新北市政府法律策略 你是把市政府理消防局裡面的深喉嚨 提供錄音檔出來的人追殺到底 到檢察官那邊 最後對方認罪還起訴 我有聽到你大法治局長 新北市政府去講說 喔行政單位啊 你們不要去告希望不起訴 完全沒有 告到底 我還因此而吃上了教唆泄密罪 後來我最後不起訴啊 可是這個案子就是 你是殺到底的 那他這樣告你 他怎麼不去跟檢察官說 不要起訴他 不要起訴裡面的消防局的同仁 因為是恩恩罷沒有拿到錄音檔 我們真的不對 你這個事情你就去 人家把這個事情是密件 而且是所有立委都有拿到 這哪門子的社會公益啊 狀況完全不一樣嘛 所以不好意思我再次譴責 我已經罵第三次 但我要繼續罵 就是吳宗憲這種行為 說真的 法界也看不下去啦 太離譜了啦 現在是國民黨不分區啦 夭壽 好 那現在大家關心的是 徐巧欣到底會不會被關 我跟大家報告 各界有不同的看法 像前幾天我看到我們尤台 謝政武律師 他的判斷是他認為被高的機率不高 那現在資深記者林玉峰 他跳出來講 他說北檢為什麼敢攬下來 因為他們認為有機會來辦 起訴的成功率非常高 如果徐巧欣不想被關 只剩一條路 就是要承認我的過失 我不知道這個是密 而他的政治生命就結束了 我跟大家報告 林玉峰這一句話是非常非常內行 我說真的跟小五哥講的沒有抵觸 實務上這種案件 因為小弟算有經驗啦 我報告 我真的是差點被起訴的人 泄密罪的關鍵是 泄密的那一個人 他最後如果可以承認 說我錯了 這是違罪 而檢察官會讓你罰一筆錢 就讓你還起訴 就算你犯後態度算是OK啦 要量好啦 要知道錯了啦 林玉峰講的就是我不知道這是密 你唯一能夠犯的錯就是我沒看到上面那個密 所以我才給的 那我問大家 徐巧欣從犯後到現在為止 再出來記者會 出來對大家講 有任何認為自己做錯嗎 犯後態度頗為囂張啦 如果好像突然在地檢署突然講 不好意思 檢察官我錯了 我真的不知道這是密件 你在電視上看到了 在記者會看到了 那不是我 不可能耶 你臉變太怪我沒辦法接受 不可能 所以這個案子最後的結果 檢察官起訴的機率真的非常高 因為徐巧欣不可能認錯嘛 然後認定是不是密件的單位 就是外交部 對啊 不好意思 我最後再補一句這個點 因為我真的是當事人 恩恩案的時候那個錄音檔 為什麼最後 那個當事人會被還起訴 而且要認罪 因為那個錄音檔 被新北市政府認定是密件 檢察官會認為 行政單位你認定是或不是 我們是社會有 我當時我是跟他講 我這個有社會公益性嘛 因為你連恩恩爸都不給他 我們去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當事人泄密的那一個人 還是檢察官會認 行政單位認為是不是密件 所以這個結果就這樣 好 黃偉翰講的就是說 公布機密文件的行為整檔 上下跟著上司制列車亂挺 真是嚇壞我 差點合不起下巴 就是腦筋清楚就知道這一題 國民黨全黨挺下去 討不到便宜嘛 可是大家 其實對於巧欣的這個壓力 感覺上是害怕的 所以呂家凱也改口了 江啟臣也改口了 看起來現在國民黨黨主席 應該換人黨 換許巧欣 許巧欣對黨內很有控制力 都可以在這裏上 怎麼會在這裏上